重磅消息 近日 加拿大移民部宣布各省区国际学生分配名额 2024年 加拿大计划批准364000份 安省只有9万份名额 与去年相比大幅减少62% 全国平均减少国际学生签证数量42% 多资处移民团队自2002年以来 成功为4万余名留学生及新老移民服务 解决各类难题 另外 加拿大国籍的华人回国需注意了 在中国境内 如果在酒店以外的住所居住 需在24小时内向当地公安机关登记住宿信息 否则可能面临最高5000元人民币罚款及不良记录 一位华人博主表示 这次入境时被特别提醒必须进行住宿登记 登记时需提供护照 住宿证明 照片等材料 完成境外人员住宿登记表 完成登记后 需随身携带此表格以及护照元件 而且每次签证更新或地址变更后都需重新登记